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 我觉得可以用惊险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这个客人他来问是零件的问题 但是当他来之后呢 他才意识到这个毕业零件是不能去的 只可以申请一次 如果他到期了 我们想继续游在加拿大 我们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当时呢我们也是根据他什么情况 帮他看了看意义的分数 因为他还是积累了移民的工作经验的 他的雅兴成绩这个分数 确实还不是很理想 看了之后发现 其实他分数也只有400出货 我们的移民部分就跟他讲解了一下 关于比较功能 他才知道积累工作经验 我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至少让我有个合法的身份 那么同时他还可以帮他加到50分这样子 在三月末岁初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拿下来了一两个屁文 就可以帮他划上加到50分 因为他已经有一年的工作经验了 已经满足不持的表现 随后呢我们加上50分之后 他的分数其实就450这样左右 相对来说很安全了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 发生了什么一期的期间 分数在持续的下降 因为他只针对CG那个的邀请 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的幸运 就被邀请到了 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 就是说他们都是刚刚毕业 就是前一段时间的疫情期间 就是四月份的时候毕业的 那我遇到了两个学生的情况 因为就是说我们刚毕业的学生呢 或者说面临即将毕业的 即将毕业的学生 他面临的几个问题 其实我们总结下来啊 会有说他会面临到一个 签证申请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学生的身份 转成这个worker的身份 我们要申请这个毕业工签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呢就是说 他会面临到这个找工作 可能缺乏一些面试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目的很明确 那我毕业之后 我需要在本地积累 可以移民的工作经验 那么其次我要拿到一个身份 那我在多久之后 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 或者我需要做到 哪些准备 可以去走这样的 这个拿到身份去秉民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其实面临 基本上就是这几类的问题 那之前呢 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呢 来到我们这边 其实是询问这个找工作 那么怎么帮他 帮他这个在短期之间 可以积累到工作经验这样 因为他是在范莎那边 范莎那边读了一个 Master Degree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 它是一年的课程 所以呢 他只有一年的工签 因为他在这个申请 这个学校的时候 当时我跟他聊过 我说你怎么没有这个 选择是两年 或者一年半这样的课程 可以给我们工签的时间 多一点的这个 充裕一点的时间嘛 他当时就是说在国内 他申请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想这么远 所以当时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说那我就先过来读一读看看了 那么毕业之后呢 他知道他的工签 其实也就只有一年时间 那么他在跟我们聊了一些 找工作的这个问题的同时呢 因为他的材料 申请工签的材料 其实已经都准备全了 他觉得那就是很简单 一个提交的问题 他就自己就 把他就在自己点 第一点就这样就提上去了 提上去结果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后期的这个 去派的顾问 了一下后来又跟我反馈的 他的工签没想到10天就停下来了 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有遇到过两个学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工签一直以来前一段时间都是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才会难到 那么通常像他这种只有一年工签的我们说基本上可能你的工签的时间会有十四十五个月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市场 但是没想到他10天就停下来了 结果他的工签反而比他预期的那个时间还要短 那我们就说为什么原来他之前是流过指纹信息的 因为在2018年的那个时候他申请学校的时候就他已经在国内流过指纹信息了 所以当前那个时候就是移民局审批工签只要流过指纹信息的他的审批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么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10天就批下来了 他在那边等着觉得啊我可以趁这个工签时批的时间我还可以去找找工作啊 准备一下搬家啊什么的 结果他当时就很急着就又回来去跟Lisa讲这个事情 但是说实话我们也觉得就是有一点可惜就少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再去给他做调整了 因为就是批下来就已经批下来了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讲说他可能不太因为是自己在去做这个事情 他不像我们就是说每天会有其实大量的case这样在提交 然后得到反馈这样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客户一个呃就是说经验的分享 那么现在就是他签证那么审批是什么状况 那么审批时间大概有多久 现在会不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每天处理大量的case能够跟大家分享东西 就我是觉得就是比他自己这样就是可能我只知道我自己一个人的case 或者说只知道我周围某个人的case 是这样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也会帮到大家说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签证的时间 或者说能够按照自己的一个时间上计划能够呃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觉得他有一点可惜 那如果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这个呃 探讨或者说用我们来帮他去做这个提交 我觉得可能就结果就不是这样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很多学生在于工签 甚至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180天和90天这个有一个时间上的区别 那么大家现在很多人的概念就是说啊 我工签可以在毕业180天之后提交 但是其实他中间有一个就是说 那么你要在你毕业 如果是在加拿金内的话 你其实有一个90天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些呢 关于移民的这些政策 其实大家有需要的啊 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去问我们的 去咨询我们的这个呃 持牌的顾问 他们都会有给到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解 这是关于签证的一个小案例的分享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签证就很顺利 就是正常的提交 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只有一个本科的学历 那么他过来找到我们就是想问一下 他自己关于工作啊 未来移民啊 怎么样的一个能待最短的时间内 能拿到他的身份 那么按照他自己的一个计划 那么拿到身份之后 他还要后面去读研 所以呢他想过来 让我们帮帮他 看看怎么把这个时间上来讲 就是利益都更加充分 然后效率提高的能够提升 所以呢 嗯 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女生的客人 她是不是只有一个本科的学历吗 那我就根据他的一个实际情况 帮他呢 从这个职业的这个规划的角度 然后其次帮他又算了一下整个营的分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从时间上来讲 接下来这一年可能说我们结合一一的分数 一个状况 然后我建议他就是说在工作同时 我们这边呢 帮他一起做这个工作的筛选和安排 那同时呢 我说你要去最好去读一个上学历 这样可以帮你把一一的分数呢 在学历这边就可以有一个提升 这个这样接下来你考到一个雅思的分数 我们说很有可能在接下来未来一年 那么就拿到身份 这个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在按部就班的在去做了 那么工作这边已经开始拿到面试 在等待你接下来的一个入职 然后双学历那边 也已经跟学校这边都订好了 这个这个拿到了offer 因为好的是他 因为现在学间还没有到期 其实对于就是刚刚毕业 那学间通常还会有 就是学间通常会到这个毕业之后的三个月嘛 那么这段时间 其实学生如果去读双学历的话 会很顺利 直接其实就可以拿到offer就去读书了 那么后面呢 我们可以帮他再通过这个训练签的这种方式 把他的学间取下去 这样就比其实就是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 再去读这个选择 去读双学历来加分呢 在这个签证上 或者说实际上来讲 就会节省很多时间 因为后续我们再去帮他升级学线 那么要等 真的要等拿到学线之后 他才可以开始读课程 可能就会这个毕业时间呢 这个双学历的毕业时间 就会往后再延长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呢 就是说很好地 给大家一个请示 就是说一个就是他的对于签证当前的政策 他不了解 然后自己去做申请 但是后来发现结果好像不是很惊人 其次呢 第二个案例就是说 在最开始最前期 那么刚刚毕业这个阶段 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么我们为他做了一个短期的一年这样的规划 对于他未来移民的一个这样的目的 以及同时积累本地的这样的工作的经验 都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情点 我觉得 那这个呢 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刚刚毕业的学生的两个案例 两个不同的状态